今年的APEC經濟領袖會議 十一月將在泰國曼谷召開 鄧蔡英文今天宣布將再度由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擔任領袖代表出席 我們再一次的邀請張忠謀創辦人 擔任我國APEC的領袖代表 今年APEC經濟領袖會議 將在下個月十八十九號 於泰國曼谷登場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第五度代表蔡總統 第六度代表台灣擔任領袖代表 出席APEC經濟領袖會議 總統也招負任務 我們要讓各國更加的重視 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 尤其是半導體產業所具備的 關鍵影響力 同時我們也願意和區域伙伴合作 共同打造安全和信賴 有韌性的產業供應鏈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世界經濟 扮演舉足牽重角色 也被受各方關注 在這個重要時刻 由張忠謀代表出席 是無可取代的不二人選 我也希望在出席APEC會議的過程中 透過分享台灣經驗 有助於APEC會員國 在區域及全球的永續發展上 做出更多的貢獻 這也是繼2018年八牛之後 睽違三年再次以實體方式 舉辦經濟領袖會議 張忠謀接下重任 期盼向所有APEC成員 傳達台灣立場 展現台灣追求經濟永續發展的決心 跟努力張忠謀把握機會 也要增加台灣能見度 尋求跟國際更多的合作機會 記者小米微笑三台北報導